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撕掉快男这个标签 我经常被人否定 我也被我的老师否定过 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纯音乐人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喜欢听我的音乐了 我就不带在这个圈了 从人面上我觉得她是非常好的孩子 没有什么坏眼性 很随和也很有礼貌 你上次就是唱我就是为什么唱不下去 没有这个歌我蛮针对的 一年唱一次 一年唱一次 大家抓紧时间 我不要接受 这么被委屈别还手 我不太难搞 声音所谓的大潇流 因为她创作是很随意的 她有特别好的音乐素养 就一句旋律一句词唱一首歌的好像这基本很少吧 大部分的人都会看歌词很好的词配上一个很套的旋律 然后就会很受市场的关注 那其实这样的人我一直觉得他应该去当一个诗人 对他不应该来做音乐 对 有时候会因为弄一首歌 不知不觉就天亮了 对 但是我一旦做起音乐来就没有时间概念 我接触音乐的时候 其实我并没有喜欢音乐 家人让我学 然后我就学了 但是其实我并没有很喜欢 我把它当作在学语文数学是一个概念 但是我从真正开始喜欢音乐的时候 应该是我在第一次自己写歌 能够通过旋律表达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情感 15岁左右吧 可能小时候常年一个人 他会让我积攒了很多的负能量 对这个世界是懵懂的 所以很多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自然而然就会以一个负面的情绪去面对它 但我又很难得到一种释放 因为我也不走弯路 我也没有去干坏事那种 所以我说当我第一次写的一种音乐 这种音乐能够完全表达我当时内心的状态 就像无字歌一样 是一个很疯狂的音乐 但是我却很爽 对 很释放 我已经写了11年的歌了 所以我第一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 我已经写了很多年的歌了 而那个时候我也研究音乐 研究了很多年 我从老到大 我并没有做很多事情 我的成绩也不好 我一直在做的 就一件事情就是音乐 人一辈子 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好了 所以我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等于我是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然后那大家喜欢我 我觉得就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情 写了这么多年的歌 其实很多时候 我都是在去学习 边学边写 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很多的观众 还有很多国内的一些乐评人 大部分人都会说 华语乐坛已死 一边这样说 一边这些人会去很挺那些 很套旋律的音乐 就是你知道 就二十年前的音乐 而往往这样的音乐 其实拿到国外的话 当外国人不懂你的词的时候 纯体你的音乐 可能二十秒就关掉了 就是这样的 对 就很有意思 你不觉得吗 就是 橘 橘子 好多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了 没有睡太饱 今天起得超早 我的手机 你手机在哪 我先过来 哦 对 我先过来 我是说 其实我不喜欢出现的人 多的地方 就会有一种压迫感 从小就不想引起人 注意的那种人 我会更希望大家把我当作一个透明的音乐 我在最早参加快男的时候 二十四小时的直播 然后我就觉得 哇 你们有了四双火了 所以当时我就强烈地想推散 导演都跑过来 一直在跟我做心理的工作 你们现在真的是在成长 需要找到自己的问题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取舍 我经常被人否定 我也被我老师否定了 然后我是他学生里面 他觉得最不好的 因为我的发声位置并不是 纯按照他所教的那么科学的发声位置 就是当时他们否定我的时候 我也否定了他们 我说我不想要学唱歌 他会随着美丽一首歌的不同 他会改变这个舞台的舞台 是你所谓的大潮流 我管你说的都复杂 我不要被谁给讲话 问你什么说法 当我是傻 或是傻花 问你什么办法 别幻想我 沦落到傻花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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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稍微笑一点 酷一点的都懒一点吧 我并没有觉得 我一定要当一个明星这样 在北京住的时候 然后有人跟车 跟到我家 然后半夜敲我家的门 我很怕听到敲门声 这个是对我来说 是一种很恐惧的一个心理 一个公众人物 外界都会对他们有误解的 从你在电视上第一次露出的时候 就会有讨厌你和喜欢你的人 承受的就是这些东西 很多人在去骂我 我并不在意别人对我的夸奖 我也不在意别人对我的批评 我也是曾经一路被反对过来的 很多人说我是什么命 然后出道之后 很多人说 我是什么火星人 或者是怎样 就是外星人 都其实都没有关系 流眼泪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哭多美好 让我的人生那么长 我如果说我因为这种唱法 而让我只能唱到40岁的话 可是这40岁之前 我用的是 我用这个音色 它是最美的 它是在我最好的一个时间段 来去做一个最美的事情 这样的 然后哪怕时间不长 我也觉得OK 我小时候怎么说呢 就是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小孩 对 经常被老师批评 可能小时候常年一个人 他会让我积攒了很多的负能量 因为小时候对这个世界是懵懂的 等于说这些东西都堆在我自己的心里面 我要靠自己去消化 但是那个时候年纪太小 我又没办法去消化它 我越长大的时候 反而越对这个所谓的爱情婚姻什么的 没有特别强烈的追求 我得去慢慢尝试 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撕掉快男这个标签 因为我确实是快男的冠军 而且其实我已拿快男冠军 我觉得这是一件挺自豪的事情 我从全国那么那么那么多的 报名会唱歌的人里面 挑选出来成为最后那一个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喜欢听我的音乐了 我就不带在这个圈子 我就很随意 找一个环境很好的地方养老 我家里问我要不要找个女朋友什么 但是我自己总觉得这种事情 我一直觉得爱情是 你一定是碰到了一个你喜欢的女生 你喜欢上了她 你才会想去谈恋爱 如果你没有女朋友 但是你每天想找一个女朋友 那只能证明你寂寞 所以说我 像我生活当中并不近 而且我也没机会接触到 就是女孩子很少 然后所以我就 我看我睡一下 高了 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 等待着我 等待着花开 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 等待着花开 等我温柔的道理不愿意明断 好 只不知道我 怎么能认었 只有我 Gesprеч 只有我 就是我 好奇怪